近年前最后一波感觉离水格茂骨干 在最近正式主持 但是因为近年受到起茂没有稳定的影响 让今年的茂骨干三两大减 各种除了需要加倍用心照顾之外 也这一档基台来年可以逢掉戊孙有好的修行 几十斤不得不得盖 是起因众人的感觉 会团乡因为在八卦三义 起茂温定 好准备的水格品质是比起吉他所在更好 尤其是在研究流的部分 人民为了要准备个品质的水格 是利用超香栽培 又加上瓦粉来改变头量 才能准备好吃的水格 首先果园里面 我们如果做草生栽培的话 基本上水分的流失 它不会因为太阳直接照射 而比较容易的干 然后再来是它土壤里面还有一些微生物啊 有抑菌啊 然后你如果草生栽培的话 它会比较丰富 那所有的东西都比较丰富之后 我们果园里面的生态 还有养分也会跟着丰富起来 那果实在吸收品质的部分 基本上就会比较比那种 有在喷除草剂的果园里面 光秃秃的那种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栽培起来 果实会比较好 这时在过年 发生虹胎清晰的栽培 做成很多都很不顺顺 尤其是在极高级的母国甘 因为培布 做成大量比较 受胜减了一半 是气候问题啊 那时就咱 好像 受粉的时 比较就比较 更不好 那时结果路就 就比较少了 乱冬 在出的 色水红 红色红色不开 那跟翁里面采有多少 嗯 采有 采有要三千 今天做山市 Joi queremos 開始建築 之後我們還怎麼都會 走一走走走就對了 這個時間會太適合 太適合太適合 看著高龍想順參長 火團鄉長除了都很關心以外 也好餓鄉親 可以多多參加火團鄉的母國鎮 幫助農民躲個難關 我們火團可以說是甘菊類的重症 當然照明就是我們生工時採取的生死油 也有文旦油 還有我們帝王油 帝王甘 採取完了過年進程 應徵 過年應徵 最應徵 最漂亮的 其實最難照顧的甘 就是我們不夠甘 其實很多人在火團不夠甘 火團會提起非常適合性不夠甘 你看 真的我們的農民 除了地質 氣候識合之外 我們的農民非常用心的照顧 真的把照顧這麼漂亮 這是最難照顧的不夠甘 所以我想這不夠甘 過年的時候買來 如果好看又好吃 還要結理 代結代理可以大賺錢 雖然山領減做很多 但是農民站不上去 他也透過優生降低的方式 不會用對頭量有好處的益生菌 讓火團向的農業 能夠優秀發展 新中華新聞 北冰林 火團 蔡鳳報道 秀歐 椒